要问鱼缸哪种过滤形式最强大 底绿应该是公认的头发交易 但我一直对它们还好感 倒不是显贵啊 主要是清理一次 真的很费时间 趁着放假 今天要给龙缸维护一下 这个水泵两年多了 流量衰减严重 加上棒用时间长了 也是换一下会比较安全 底绿缸的水分蒸发 只会降低下面绿舱的水位 上面看不见 所以一定要定期加水 你看这陶瓷花都露出来了 消化菌估计小命不保 所以干脆连绿材也一起换了吧 水泵选了鱼呼吸的水度两用变频泵 小身板大能量 为了配色统一 加上棒也是鱼呼吸 不过这个就是大块头了 仔细一看 原来是1200瓦的 怪不得这么有分量 绿材到底使用多久需要更换 这个问题重说纷纭 但是有两点争议较小 一是长时间不管的话 藻类或者各种杂质会堵塞绿材 导致水流不畅 培菌效果下降 二是如果清洗或者更换 一定要分批进行 切不可把消化菌的老家一窝端了 底绿版用完了 就用绿材垫着网格板 效果也差不多 全部搞定 来看一下效果 新水泵果然比较给力 脏东西慢慢都被抽走了 小鱼游得也欢快了些 你可得多吃点饭 下面那些消化菌 全靠你养着呢